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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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喬霸 今天我們難得起了一個大早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男人的工具系列 是我們的EP2了 很快就有第二集產生了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起個大早呢 因為拿到一個我自己覺得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瓦斯割草機 是在台灣很少見 然後我第一次用它 所以我想說 把這個過程中把它記錄下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使用這個瓦斯割草機的過程 那我們先來用一下割草機囉 GOGO 好 因為現在是收成期啦 就是已經大家都收成了要準備地啦 所以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喬阿公交給我們的任務 就是這邊 有沒有旁邊有一些 路邊的小雜草 這樣整排的 給大家看一下 齁就是這種 旁邊路邊的小雜草 要把它清理一下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 這一條路 這邊都是啊 全部都是 很遠耶 說有 100公尺吧 把這個小雜草 用那個牛精神 把它 處理掉 好啦 那就是先 我先去準備一下割草機啊 GOGO 今天天氣好好喔 雖然寒流來 可是我覺得很舒服 就是有太陽 然後又冷冷的這樣 好 那我們先來 割草吧 GOGO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台 吃瓦斯的割草機 吃瓦斯的割草機 其實它 用這種 就一般 家庭都可以拿 隨手拿得到的就是 卡式瓦斯爐的 那個瓦斯 很方便啦 因為 以前吃瓦的 去加油站加油 然後這個就是隨手可得 那其實功率都差不多 先跟大家介紹它的外觀 因為它外觀其實跟 吃瓦的有一點 不一樣 那其實它也比較輕巧一點 因為它少了油桶 好那我們就 來看一下吧 好那這一台那個 瓦斯割草機 山林的 山林的 Mizubishi 那這一台其實是 日本的啦 下面都有那個 日文 跟大家 講解一下要怎麼安裝 其實這個安裝非常的簡單 其實它外觀就是 這裡 就是放瓦斯的地方 然後從這邊 大家看一下 從這邊打開 就可以直接放瓦斯了 那我們現在來安裝好了 直接安裝 先把它放倒 安裝的話其實非常的簡單 那你一定要壓下去 然後把它爪拎一下 就開了 你就會看到 裡面有一個小鐵片 小鐵片是哪裡 就是 有一個室的地方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一個就是小鐵片啊 先把它 先打開啦 好 那我們先 裝進去啊 左右壓晃一下 讓它有一個深度 它進去以後就OK了 那我們就是直接把 這蓋子呢 就把它壓下去 轉一下 好 它這樣就OK啦 那我們就來發動吧 它這邊其實也有一個機油桶 它這個是裝二星層的機油 那這個機油桶的話 你不夠再加就好了 加到差不多八分滿左右 它其實也是需要靠 二星層的機油下去潤滑的 好 那我們就是直接來發動囉 一開始要發動的時候 要轉它 所以你一定 一開始要發動的時候 就是先把它轉一下 然後發動以後再把它轉回來就可以了 它這個就是它的油門開關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 STOP STOP就是停止 然後 應該就是這樣而已 就這幾個開關而已 Q new 然後油門開關 然後STOP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發動了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 發動過了 所以我就不用按Q new了 我就直接把它發動就可以了 好 那就發動啦 好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喔 大家看前面的頭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把它停止一下 好 這樣就停止了 好 那 來割草吧 GO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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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鬆鬆鬆 草就弄起來了 好啦 那我們 我們 來驗收一下成果 好 剛剛 就是看一下 現在路面的草 乾乾淨淨的 還滿乾淨的啦 好 好 剛剛剛剛忘了過去是一整排的那種 就是高高的草嘛 就是稍微一兩尺高的那種草 好 現在已經沒有了 還滿乾淨的 好 就變這樣啦 好啦 好啦 那我們已經使用完啦 使用完的話 記得齁 要把那個 瓦斯罐把它 把它取出來 一樣就是把它壓下去 然後轉一下 然後直接把它 抽起來 這樣就起來了 然後你再把這個蓋子 弄回去 好 壓下去 轉 轉一下 這樣就可以啦 我先說我的感覺啦 你怕那個 二星層的那種機油味的話 我建議你買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沒有味道 主要就是方便 你不用一直去加油 那個隨身品 隨手可得 很簡單 它是會有一點點瓦斯味 可是瓦斯味 就像我們在使用卡式瓦斯爐的那種感覺 就是 我們在使用卡式爐 偶爾也會聞到一些瓦斯味嘛 那其實你在用這一台 那個瓦斯的割草機的話 你也是偶爾會聞到瓦斯味 但你在工作的過程中 你是不會聞到瓦斯味的 所以就是 蠻推薦給大家的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